她看的是中国人罕价很高 她看的是中国人罕价很高 我妹亲来就下来玩 她去越南说买的 她说姐姐这个要该怎么办 她说你罕价 不管任何东西 她罕价很高 你就罕一半下来一个 至少要一万 人家买了一个箱子 她说要80斤 我妹就只给她20块块钱 她说这个还是慢 我妹说我一听起来 你说罕一半 她就是给她25块 卖不完 她一开始说不慢 她说还是拿给她 她笑了 我妹回来让她笑 80块钱的香水 20块买喝 你是去越南那边吗 就从那里过去 这不是有一个越南城吗 卖了越南城 好 听说这个越南城 听当地人说 这里全是越南人在做生意 砍家要至少砍一半的那种 我们去看看 但是我不是很好意思砍家的那种 走进越南城 我的战术是先四处看看 先观察一下低情 我发现这里的每个摊位 卖的东西都大同小异 基本上都是越南的咖啡 还有各种热带水果的果干 以及一件件的红牛 还有饼干腰果等各种零食 这里的店铺老板 基本上都是越南人 因为越南的红木很有名 还有卖红木砧板的 以及用红木制作的各种工艺品 鱼干怎么买的 mijn lief 酸酥乳 酸酥乳 要几框 想不想买 想买啊,那你价格高了吗 这个大框呢 价格我怎么买呢 好啦,要几框 吃不吃这种,这是两个口味吧 两个口味不一样 这个是咸一点的,这个咸一点,这个甜一点 你要拿这种酥酥 哎呦,小心 没事,要几框 拿这种 这个多少钱的卖吗,你先告诉我 好了,三十,三十 哦,三十太贵了 你要薄酥,你薄酥是平地 二十块拿两罐 二十块你买薄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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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二十块一包啊 这个你记得吗 一罐这个你装的两袋 这个 这个你要最低价给你了二十五块 感觉重量差很多 重量不一样 这个我装的两袋 这个 要几罐 我拿两罐,二十块一罐 没有,二十五 哎,我来嘛 去其他家看一下 要六两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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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买 咖啡,你又不卖我 最高可以多少 要高吗 嗯 我收了六十吗 你给我拿一盒啦 对不对 好了,不要收了八十 哎,不要 你看我还买了两盒这个 对不对 要七二 一盒 那我就拿这些了 爸爸有饭吗 我买了这么多 对不对 你看 拿一条 七十 不要一条 一条 七十是吧 那一百七 总共 木树加水树 对吧 加七十 不要香水 香水不要 老板娘真会做生意 你真的会做生意 好啦,付了付了 不是,叫你买这个 什么东西 香水我不要来 不是香水 到窑高铁 买给妈妈爸爸 哦,这个我很多 这个我在泰国买了好多 这个我们是元兰 也不是泰国 我知道,我知道 好啦,谢谢 可以 这个给爸爸抽 尝一尝是吧 嗯 这是越南最好的烟吗 这个最 也不知道是不是 小姑娘真会做生意 我原本就想买个咖啡 结果买了这么多 来嘛 买咖啥 过来去你 你小呀 这个一样 白漂别人的按摩器 怎么样 满意不 收获满意不 我看这里砍架真的要对半砍 你对你的砍架成果满意吗 还行吧 还行啊 这个你看这个 我忽然想起来 这个这个烟 它开在一百三还是一百四嘛 嗯 我七十块钱拿的啊 嗯 对吧 这个咖啡 咖啡 它是一百三 开价一百三 我六十块钱拿下来了 就是你以离开 为威胁是吧 要险 对一半嘛 砍了一半嘛 一半多 一半多 嗯 然后这个 这个鱿鱼是开价三十五 八十块钱拿的 这个已经有点贵了好像 是不是 应该要直接开三十 我就要看到十块 好了好了好了 不好意思 说不出口 给人家一点利润好不好 哈哈哈 说的好害怕 哈哈 心虚是吧 那边的那个粉店老板娘 也是一开始心虚 其实你砍惯了的话 应该还好 对呀 她说从八十砍到二十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哈哈 你这么做的 听着 好 好 对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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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